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葱坎天下,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谢顶峰坦言与王费相恋20年,被网友怼不看孩子 这次真的是翻车了 随着电影《怒火中暗》的热播呀 谢顶峰也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次大丰收 前段时间,谢顶峰和谭维维合作献唱冬奥会主题曲 两人可谓是强强联手,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而这次冬奥会也是祖国第一次有幸举办 所以对于这次冬奥会,大家也是备受关注 当天谢顶峰和谭维维两人穿着十分庄重 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赏心悦目的歌曲 如今已经41岁的谢顶峰还能有现如今的成就 让很多谢顶峰的粉丝都替他感到开心 大家都知道,早在20年前 谢顶峰就已经成为了家喻顾小的流量明星了 而在他花样的年纪的时候,谢顶峰遇到了王妃 王妃比谢顶峰大11岁 当时的王妃已经是歌坛的一个领军人物了 所以谢顶峰对王妃一直都是小迷地的存在 但没想到,在一次花样年华的庆功宴后 谢顶峰和王妃传出了恋爱的消息 当时他们相恋的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受到了网上的热议 这对看似很不般配的明星组合竟然走到了一起 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依然爱得深沉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 后来谢顶峰又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 那就是张伯志 张伯志与谢顶峰年纪相仿 两人是因为拍戏而相识的 而他们的出现更是为网友们评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带着大家的祝福 谢顶峰和张伯志容约进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他们的感情依然很甜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在他们二儿子出生不久后 他们两人就传出了离婚的消息 离婚了之后呀 离婚之后呢 张伯志就带着儿子去往国外生活 谢顶峰呢 便与王妃再次走到了一起 谢顶峰与王妃的复合呀 也是让大家觉得 是因为谢顶峰始终没有忘记王妃 所以才和张伯志提出了离婚 而且在之后的一段采访中 谢顶峰还坦言说爱了王妃二十年 由此可见 他对王妃还是很重视的 不过谢顶峰的这一番话呀 也是让很多人对张伯志打抱无评了 毕竟张伯志在与谢顶峰结婚之后呢 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当红的事业 在家开始相夫教子 而离婚之后呢 张伯志也并没有得到什么 而是他也选 他选择成为了一名单妻妈妈 照顾着两个孩子生活 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呢 张伯志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中来回往返 很多时候我们拍到张伯志的时候呀 都是带着孩子出行 这么多年呢 他照顾孩子的辛苦 大家也是看在眼里 为了孩子呢 张伯志也没有选择再婚 所以对于张伯志为孩子的付出呀 大家呢 更是对谢顶峰提出了不满 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所以大家是如何看待谢顶峰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